242 《頭條日報》 泛民集司會商討未來路向 2015年7月27日港民 十四立法會會期結束 民主黨、公民黨、工黨、公共專業聯盟及獨立議員等 昨天參加集司會商討未來路向 泛民泛合會召集人梁家記於會後表示 中央近來於香港事務上似有誤判 認為是由偏聽所致 故泛民認為需加強與中央溝通 但強調中央需承認泛民在港政治格局中穩佔一個位置 而非將泛民當成打壓對象 梁子 已設立十八區泛民會以加強黨派間的溝通 又會加強與商界及專業團體溝通 有報導指 黃承志已與民主黨成員的志遠令組政黨參與選舉 或將影響泛民部署 劉維興作回應指 黃承志已非民主黨成員 參選或組黨是他個人的事 以約跌至遠組黨或平臺 便要退出民主黨 他不擔心選票會租黃 敵二人分薄 黃承志!... 黃大安